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楼今天只要成为给大家分享这个免费的SSR这个科学上网的方法啊 呃今天的话我打开电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给你们做这个免费的SSR这个免费的机场啊免费科学上网的方法 我还在想啊然后我去我的这个后台一看哎有很多人在我后台里面去评论了一个机场啊那啊你们肯定看不见因为这个系统他自己会屏蔽这种带网址的啊这个连接啊我这边是看得到啊看到了然后我点进去我发现这个机场啊其实还不错啊其实还不错速度来测试的话也还是嗯怎么说呢4K的话稍微差点啊 2K还是能行的2K还是能行的对吧呃然后的话啊做了一下小小测试觉得这个机场还不错所以说直接推荐给你们使用因为他也是有免费的节点可以去白嫖啊这个机场可以去白嫖啊注册的话是10个GP的流量然后免费使用是几天我忘了啊等会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好了这是小楼的频道啊快走科技那小楼这边在分享教程科技以及生活教程分享的很少科技根本没有分享生活 目前暂时没有分享的啊对吧然后这边主要做的还是SSR啊免费的SSR科学上网的方法啊这个机场啊等等翻墙的方法啊我这边一直在做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是第一次点击小楼的视频不妨给小楼点点关注点点订阅并且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感谢各位这样小楼第一时间的做的视频就会第一时间推送给您了啊老的订阅服都知道小楼一直在做啊就说每天都在做更新所以说订阅小楼没有错废话给大家说的太多了直接进入今天的机场一探究竟对吧 好吧啊我们进来一看会员时长的话白嫖时间是三天啊注册就都有流量十个GP在线设备数是不限然后钱包余额有一块钱啊有一块钱啊通过邀请连接的话可以得到一块钱啊可以获得二千道流量的话大概是一到三个GP左右吧应该是这样的 呃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节点啊节点内表啊我们看一下他的免费节点有多少个啊这个限时节点咱就不说了对吧 这边啊免费的节点一共有12345个啊5个然后5下49个免费的节点9个免费的节点目前为止用的人是特别的多 大家可想而知这个速度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吧啊速度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说他这边限15这个我有点不怎么理解啊这个 他这边端口有所限制啊端口有所限制 不过网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不过网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然后这边 还有什么标准的呀定制的我不知道这个五啊 这些节点能不能用啊这些应该是收费节点啊这些应该是收费节点啊这些应该是收费节点这里是免费的节点 我们感觉他的套餐情况贵不贵啊我们看一下套餐情况贵不贵还是真的不贵啊真的不贵啊 他这边还有基础的一个白嫖的啊你去订阅这个的话时常是90天不限购单不限速度什么cna什么中介啊什么专线都可以使用 然后流量的话是1GB啊这个流量有点少啊有点少不过你可以通过签到来获得流量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轻量的这个的话是1TB9块9啊时常30天两个客户端啊15的峰值啊这些都支持还是挺不错的这个机场还是我觉得挺怎么说呢 呃啊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当然我用了他一下他的节点啊速度还是不错 呃我这边是200兆的光圈啊电信的啊测试出来的话是在呃一万左右啊一万左右的那个mbps啊就说这样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觉得可以的话也可以去测一下速啊 因为我这边毕竟怎么说呢这个跟当地的这个网络环境等等还是很大的因素所以说大家我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也不去做数数 大家自行测出啊自行测出啊好了呃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什么邀请啊我们看一下邀请反例有什么样啊我会获得10个级别流量奖励啊这个还挺不错的啊 10个级别流量奖励然后你会获得一块钱的奖励初始基金哎还是不错啊一块钱不要百不要对吧可以通过连接啊可以我这边只有十次啊当然呃你可以不用通过我连接也行 呃这个整个机场的话大概也就是这样大概也就这样呢我也不多做介绍了大家自己注册进来试一下啊感觉可以的话就用不行的话再说对吧 好了呃这期视频大概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点进小楼的视频啊小楼一直在做啊SS啊这个科学上我们的分享小楼的频道快嘴科技小楼在分享教程啊科技以及生活如果你是第一次点进小楼视频不妨给小楼点点关注点点订阅并且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小楼的视频会第一时间推送给您啊让你不用再找SSR机场小楼就给你找好了对吧好了本期视频大概 大概就这样我们下期视频里面再见了